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次的周游学又有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系列跟游字很有关系 大家都很久没去过日本 但是在很久没去过日本之前 相信例如你去东京有很多地方是必去的 今次跟大家讲的这个地方 就是你去东京基本上都会必去的 吉祥寺 吉祥寺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呢 我想都不用怎样解释 它有多百货公司 商店街 雜货店 附近又有个井之头公园 如果你遇着是周游去的话 有时你会遇到费市场 有人唱歌 又可以买东西 又可以看看樱花 又可以看看红叶 甚至可以参加那只天鹅 在这玩笑 不过那个有个都市传说 就叫大家不要参加的 找机会再跟大家讲 这个 还有留了那个 宫崎晋博物馆三英之心的Ghibli的美术馆 所以基本上去东京玩的人 尤其是你投了几次都不会错过吉祥寺 其实不单只是游客 日本人自己本身都很喜欢吉祥寺 吉祥寺永远都会成为了关东地区 其中一个最好住最适合排行榜的高位位置 虽然我经常觉得这些排行榜都是房地产公司搞出来 打算计划一下一个区 我觉得而已 但是吉祥寺真的是一个稳打稳窄 日本人本身是一个他们很喜欢住的小区 今天想和大家好好地了解一下吉祥寺这个地方 这个地名的由来 你们去了很多次吉祥寺 就是车工廟有间庙的嘛 吉祥寺的那间子在哪 我给5秒时间大家想一下 究竟你去吉祥寺玩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过参观或者参拜吉祥寺 又或者路过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吉祥寺就是在那里 好 我给5秒你上Google 你可以去Google Map到吉祥寺找吉祥寺 5 4 3 2 1 揭晓答案时间 其实在吉祥寺这个地方 是没有吉祥寺的 我的意思是它是没有一间寺庙寺 吉祥寺 然后你走进去参拜 既然吉祥寺是没有吉祥寺 为什么它叫吉祥寺呢 如果我们要追索 找吉祥寺远远流场 它一开始在哪 其实它以前是在水稻桥的 水稻桥在哪 就是它附近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东京东 就是东京巨蛋 葵头附近 后落园那堆附近 大约在各个区域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水稻桥叫吉祥寺 而是 其实你想想 水稻桥是类似在几花图 水稻桥在这里 吉祥寺在那里 差那么远 为什么它会叫吉祥寺 就是突然告诉你 王大仙池 就不是王大仙的吃 王大仙池其实是在西盈盆 你也觉得这件事不合理 但是这个故事是合理 为什么呢 又要讲一下历史 以前在水稻桥的确有吉祥寺 我讲得以前 即是现在没有了 1657年的3月2日 因为一场名叫做明力大火 这一场火 就将在水稻桥的吉祥寺烧了 就将吉祥寺前面的门前钉 就烧了 当时它不是叫吉祥寺 这间纸的全名 或者当时的原名 是叫做周房山吉祥寺 是这样写的 很多时候都会读了 绝房山和取房山 这个字 广东话询了 是读周 周房山吉祥寺 在周房山吉祥寺的僧侣 他们没有地方住 当时的幕府 就安排了他们去现在吉祥寺的地方居住 是1657年 当时吉祥寺这块地 是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用烂地去形容 因为东京正中心的地方是这里 吉祥寺那么远 所以1657年没有中央线 所以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的幕府 其实是想发展这个地方 所以将这块地 成为了他们的邻地 然后曾侣就在那里开始办学 去收一些学生 收一些学生曾侣等等 那时候幕府都很想开发这里 所以就给了很多不同的支援 很多得例他们 去建屋 去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慢慢慢慢就将这个地方 由什么都没有很荒谬的地方 演变成今天的吉祥寺 那你说 你们去那里住 那不一定要改别人的地方 叫吉祥寺 他本身没有名字吗 他本身就真的没有名字 根据我找到的资料 那时候真的是一块烂地 所以他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因为吉祥寺大火 令他们没有了家园 他们就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家园 就像你玩Sing City 也没有变有 整个都是他自己打造出来的家园 所以他们为了记念自己 当然是由吉祥寺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就用吉祥寺三个字 去命名那块地 所以这个地名 吉祥寺母子 是正学的 我知道了 吉祥寺原来母子 不要紧 所以我下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去水稻桥 找吉祥寺 然后打卡 然后告诉他 你不知道吉祥寺在哪里 我知道 水稻桥 是不可能的 因为和不丹克 虽然那场名力大火 没有烧光整间吉祥寺 但在之后 亦遇到其他火灾 令到这间州房山吉祥寺 完全被烧毁了 所以你现在在水稻桥 是找不到这间吉祥寺 不过吉祥寺仍然存在于东京 它在哪里呢 东京都文京区的本区鱼 即是餐艇仔做个鱼字 有些人又会读鱼鱼 那一字我又询了 因为读鱼字 那你真的想去参拜一下 或者想去参观一下 千万不要去水稻桥 又或者不要去吉祥寺 好了同场家影 刚才也说过 在吉祥寺附近最出名的公园 叫做井之头公园 但是其实井之头公园的由来又是怎样的呢 相传有两个说法 说法一就是由德川家光去命名 德川家族的历代将军 都很喜欢去狩猎 而且很喜欢猎鹰 附近有个地方叫三鹰 其实三鹰本身也是其中一个鹰场 你用猎鹰捏了一段时间休息 所以那时的井之头公园 是为了给他们猎完鹰休息 而去建造一个地方 德川家光就是将当时的池 那里的公园有个池 那个池就命名为井之头 什么叫井之头呢 就是井的源头 于是成为了现在的井之头公园 这是都市传闻一 至于都市传闻二 就是因为井之头的确是那时井水的源头 不用得川家光改 本身也是井水的源头 所以就叫做井之头 看完整条片子 你觉得这个究竟有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 吉祥子其实没有指 其实我有一条片头一分钟已经讲了 谢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真的代表你很喜欢我的频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记得快点点赞 在下面留言 分享 订阅 和按钟仔 我们下次周又学的东京地名 下月再见 拜拜 拜拜 其实井之头公园 但是井之头公园 但是井之头公园